近日印度军方终于承认 7月18号印度士兵在克什米尔地区杀死了三位所谓的叛军 实际上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 现在受害者的家人计划把印度军方告上法庭 要求还他们一个公道 穆罕默德·肯哈纳是受害者的亲属之一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三名受害者都有亲戚 他们本来要一起去城里打工 但是在7月17号之后全部失联 因为当时正值封城期间 于是家里人只当三个人都被隔离了 根本没想到他们被印度士兵当成叛军杀害了 穆罕默德·肯哈纳回忆说 在事发之后 有人来采集了他们家族里其他人的DNA 但是之后再也没有了消息 被杀的伊布拉尔是三个人里最小的孩子 他这次到城里打工是想攒钱供自己读书 但是却有人残忍地毁了他的人生 受害人家属要求印度军队把杀害他们的凶手交出来 同时归还受害者的尸体 克什米尔地区的平民被无缘无故地打成了叛军 暴露了印度军队一贯的傲慢与狂妄 他们之所以这么无法无天 是因为有一部武装部队特别全力法为他们撑腰 这是一部为反恐而制定的法律 但是内容却十分宽泛 根据这部法律 一旦有印度士兵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现了可疑人员 那么士兵就可以立即逮捕他们 如果可疑人员包括反抗在内的其他举动 士兵就可以把他们当场击毙 杀人的士兵不但不会受到惩罚 还会得到奖励 这样荒唐的法律自然酿成了很多悲剧 在2010年时 印度军队就曾给三名平民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 然后枪杀了他们 之后克什米尔地区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但是武装部队特别全力法有一条规定 如果有人想起诉印度士兵 必须要经过印度政府的批准后才能进行起诉 而在武装部队特别全力法实施的30年里 没有一个人的起诉获得过批准 克什米尔地区著名的人权律师帕尔维斯·伊姆罗兹说 今年7月份发生的平民被杀事件不是个例 也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件事情 很明显法律过分地偏袒军队 完全把普通人的人权和尊严扔在地上践踏 即使印度军队犯了错误 他们也不会受惩罚 而清清白白的普通人却被他们诬陷成恐怖分子 因此丢掉性命 即使是死后 无名仍然得不到洗刷 伊姆罗兹还提出了他的担忧 那就是死去的三个平民的正义飞弹得不到伸张 而且他们的家人还可能面临危险 因为印度军队经常会利用种种手段 让受害者的家属闭嘴 不知道这一次将如何收场